8月17日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开会 提出了要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具体策略中最触目的 就是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 协调配偷的基础性制度安排 初次分配所指的就是个人收约分配 机制是市场 二次分配就是由政府主持 机制是公共政策 例如取得税收之后投放在社会福利等的用途 这两种分配都是已有现行制度 上述会议最触目的是第三次分配 第三次分配就是说 将个人收入、捐献于慈善等的社会公益用途 经济学家黎以令早在上世纪90年代解释说 是基于道德信念进行的收入分配 可以出于个人自我认定的使命 可以出于人道口内 亦都可以出于宗教信仰驱使等等 在中国 慈善和捐献具有心愿历史 而即使是在社会主义的体制里面 慈善事业也都并没有完全飞起 两份中国慈善事业指导纲要 曾经在2006年和2011年颁布 第三次分配机是道德 前提是追于自愿 捐献也都不应该是为了利益 多年来的确有一些基金 给予教育、福利、紧急援助等相当无私的捐献 善行就早已得到社会肯定 可惜的是 善款追到来用事件经常发生 对慈善事业也都不是没有打击 至于商货或者富豪 为了谋取更大利益而讨好公权力 例如更容易承办政府工程或者服务 以残取公帑等 而捐款只能够算是生意成本 这种交易本质难以称为第三次分配 今次财经委员会的会后公布 并没有具体说明所谓的基础性制度是什么 如果只是属于一些鼓励性提供有因的政策 例如对捐献作出税务宽减 那还算是有节有理 但是对公权力缺乏制衡的党国体制 以及上有耗者下必甚焉的专权政治来说 越演越烈似乎是常见的施政轨迹 压制以此惩罚的政策并不罕见 腾讯在中央会议后宣布捐出500亿 但是大家还是会怀疑 那些究竟是真正由道德驱使的第三次分配 还是只是因为威逼当前 无可奈何的选择呢 第三次分配 共同富裕等等 其实不过是表面漂亮的政治秀持 要促进真正的第三次分配 关键在于自由结社基茨线团体 和宗教组织 不过中国政权 接受不了真正自主的工会 和教会等等 就连中国红十字会 都是由政府领导 管制更加受党组书记过问 这样一例 即使捐献属于自愿 但是分配难免受到政权左右 这样是不是变相的第二次分配 贫富原恕的确是中国政府急需面对的问题 但是问题是 第三次分配 是不是当前现实最适次的策略呢 自改革开放以来 私有财富有非有的增长 但是据法国经济学家皮海提示出 国有资本仍然占全国资本约三成 大家不禁会问 可以给政府使用的资源 这么巨大的时候 为什么要打第三次分配的主意呢 所谓的第三次分配 公同呼吁等等 是不是只是将人民视线转移到资本家身上的举草 再最问下去的是 在富可敌国的资本家相计挖起的同时 中共权贵之中 有助用多少隐物财富 多年来国外媒体 百南马文件等披露的 是接近实况 还是冰山一角 中共中央的财经委员 在开会就第三次分配大发议论时 有没有想过 大可以由自己亲属率先冤陷呢 说不定一呼百应 上行下效 第三次分配终于会成真 但是这样一来 又会为党带来尴尬问题 就是权贵和亲属的财富 是怎么得来的呢